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五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工作 他可以挑战任何未知的可能 甚至最近还在《我是大侦探》当中迫起了暗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这句金剧的原作者邓伦 《侦探》的时候 第一期你第一个就把K给选中了 然后之后又每一次都带节奏 带着大家一起去选中那个K 然后应该是第六期 你自己做K的时候又完美地掩饰了自己的身份 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这跟你去演或者隐藏自己无关 其实我们虽然可能看我们录了很多期了 但其实每一期对于我们 我们一直在这个游戏里玩的 其实都是全新的 因为每期首先它的故事不一样 你知道这个节目的故事和逻辑性非常强 和非常非常缜密 你不可能会从一个故事中找到bug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规律可言 对 全都没有规则 对 反而有一期 像大勋来的那一期 我们从第一轮搜证凶器 那个就是钻工具就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 那我们肯定都会想 这一定是别人放的 一定不是他自己放的 但你看最后就是他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 就是任何东西都是我们想不到的 然后他还有很多的故事和别的一些章节 然后来干扰你 然后来混淆你 还是说刺激已经让自己完全忘了疲劳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 不是累 因为我觉得是有极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 就每一期我都会期待 因为在之前所有的工作全部是保密的 我们只有在录 就是到了长沙第二天录之前 我们才会拿到自己的角色卡 而且是一半的 就是不是完整的 是一半只是告诉你 你明天叫什么 有很多都是随机的 几乎都是随机的 就是你对于别人的信息全部是随机的 你只知道自己是我叫什么什么 我是比如我是一个做甜点的 对我叫邓兴高 那我有一个老婆 我的老婆叫雪糕 对其实就很概念化的东西 我觉得每一期每个人物都在反映一种能量 比如说那一期我就是个冒险家 就是一个年轻的冒险家 他就是人在青春的时候他就要有激情 就要奋发向上 那燃的青春期就是你的青春是燃的才叫做青春 如果你是丧的度过了一些青春 那就是青春期 其实我说特别 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这句话其实说出来反正觉得可能猛一听 觉得挺好玩的 但其实真的往深里想想 他说的完全没法 所以那几个你在这个大侦探里面的这个角色里面 你觉得那一个是更接近于你本人的价值观 他那个他确实接近我的价值观 我也是在努力让自己的青春和还年轻的时候 要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和喜欢做的事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激进的能量 灯伦确实身体力行地解释着什么叫做激进的能量 出道六年 他已经完成16部剧的拍摄 2015年和2016年两年时间 他拍了九部剧 基本年头到年尾 他一直在工作 我在从15年16年吧 那两年拍戏 就是那两年完全 那两年也是让我现在觉得 那两年把我身体一下弄得 现在就觉得有点吃不消了 对 有点吃不消了 但那两年不觉得 玩的命的就是拍 就是只要碰着机会就抓 只要有好机会就往上冲 只要碰见我 我觉得我时间能 就是拍完这个码能拍那个的 然后我就一定要抓住 你最高度紧张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有概念吗 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 50多个小时 不睡觉 不睡觉 50多个小时 而且这样的程度大概持续了有半个月左右 然后自己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 心脏疼 就最直接的心脏疼 已经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早上晚上这个概念了 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高强度拍戏后 邓伦开启了霸屏模式 光去年就有《楚桥传》 《欢乐送2》 《白鹿园》 三部大剧上新播出 我好不容易找着你 咱俩现在连点执行话都没有了吗 随之而来的是 他获得了演艺圈最盲人的标配 拍戏 综艺 宣传通告 反复叠加 但其实在提位到走红之前 他先感觉到的是 身体和心理上的超负荷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那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现在再让我经历一遍 我觉得我真的 但是可能我觉得这就是人的能量 你过来了以后 你回想 可能你现在再让我 就是再不坚弄50多个小时不睡觉 然后怎么可能我真的还可以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回想就是后怕 就是为什么有后怕这个词 就是你现在想起来 我说万一那个时候我要是什么 就你就总会想 就总会想这个事 对所以 但是这两年应该是对我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 我到我今年拍戏六年这一段时间 应该是成长最收获最多的两年 就是这两年我吸收和学习 能学习到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自然也就吸收到自己身上的营养和 和一些包括人生道理都感悟了很多 1992年 后来他选择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 考上后 只身一人来到远离家乡的城市求学 他人生的改变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了 邓伦的出道无疑是幸运的 大人那年被选中出演琼瑶新剧《花飞花物飞物》 搭档的演员是童星出身 从小红到大的杨子 甚至琼瑶在博客上特意提到了他这个全剧唯一的星人 称赞他以特色外表和天生喜感赢得了角色 在采访过程中邓伦身边的工作人员委婉地表示 希望我们减少关于这部作品的提问 但作为邓伦职业生涯的开始 这部剧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在我们以为邓伦是不希望太顺风顺水的出道经历掩盖了自己的努力时 他却告诉我们恰恰和我们的想法相反 这部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接到工作 也是这时候他才知道想当一个演员 想演一个角色有多难 那时候我刚开始在之前原来的公司离开了以后 然后那个时候我应该大概是一年多没有拍戏 在我一年没拍戏的之前 其实也不是一步接一步的 就是好像拍一部写等个半年 因为没戏拍 因为不是说我全都是戏我不愿意接 是因为每一戏拍 那一年多就真的是没有碰到很好的机会吗 没有机会 就是连碰都碰不着 就是都没有机会去碰 有多久没见你 在演艺界有个说法 中国文艺圈分为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 电影电视剧拍摄制作主要集中在北京 广告话剧这一块主要集中在上海 做一个身在上海圈 想演电视剧又没有公司依靠的年轻演员 邓伦只能通过不断的试戏 来尝试敲向未来的大门 在上海真的是很少很少只有广告 然后那时候就有拍广告 拍广告然后对 然后就是接接了一广告 然后挣了挣了1500块钱 然后就觉得我才然后就 因为有钱 因为我对因为有钱挣 因为有钱挣就特别那个 那个什么 因为那时候对我 那时候1500是 在上海系续学院是一年的住宿费 1500块钱 是有成就感 不一定我非要去拿这个钱干嘛 就是你有1500的收入以后 你会 对你会有一个 其实是给自己稍稍提点的一点信心 就是其实原来我是可以的 原来我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对 然后那那没办 然后就跟有北京认识的同学 然后什么的 然后就联系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知道北京有 有那个就是跑足的点什么的 对 然后就跑到北京去了 初来北京的邓伦 并没有享受到以前作品的福利 而是和所有新人演员一样 自己带着资料 拖着关系 打听哪里需要演员 然后自己去试戏 我在风中大声的唱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每个Forever Life is a state 去北京以后就一切都变了 不是没有没有这还早呢 去北京了 去北京了以后就开始这个低资料 什么的 然后就去自己印资料 什么的 刚开始也不知道 不知道资料 不知道资料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有什么照片什么的 没照片 没看到别人的是什么样的 照着弄一个呗 对 就后来就弄的全都是 不是像现在那种写真什么 全都是自拍啊 或者是 对 反正反正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帅一点的吧 对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弄 我就觉得帅就行了 也要广撒网吗 当然就广撒网 然后就 其实那说实话 那时候在剧组门口只贴一个戏名 你就看戏名叫什么 这些 看着名还行 然后就敲门 敲门 然后有的是 就是一开门 然后说那个 就是人家很正直 就是送资料是吧 对 然后送资料 然后有的就是资料拿过去 人家都不让你进 就资料给过去就 就就 人家就告诉你回家 回家 你就是等着去吧 因为资料上都有电话什么 有的就是你进去以后 然后给完资料以后 然后就人家说 那进来看完 人家看上戏的 或者是哪的 有的可能比较喜欢这种 对人进来 进来聊一聊啊 看一看什么的 然后对 但那时候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失败了 我妈一直暗恋我妈 但是我姐两岁的时候 她妈妈就去世了 后来我妈就自己到我爸家 帮着我爸一起照顾她 角色来之不易 无论戏份多少 邓伦永远谦虚又踏实的完成表演 靠谱又实在的新人 自然招人喜爱 有好机会 合作过的人都愿意推荐给她 渐渐的机会开始多了起来 邓伦的职业生涯 也在摸爬滚打中出现了转机 转机应该是在我拍《戴家老爸》的时候 那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经纪人 然后让我去建组 然后也是跑组 因为我那就是一直在跑组 然后有之前认识的就是也是好朋友 然后就也是有好的机会 所以就帮我那个什么 然后我就去了 最后就试上那个角色 对 最后就试上那个角色 试上那个角色以后 然后就就是那拍一部戏 就可能就比如认识的哥哥姐姐们就多一些 然后就机会就会更多一点 因为我好喜欢 但是那时候其实根本就 就我其实那戏我演不了 就是我那时候可能时间也太小了 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底蕴和演技去驾驭到那个戏 但我那时候我心里想我一定都要演《白乐园》 就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在跟导演说 每一次实习完了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我说导演如果你要绝不满意 我说我再来试 我《白乐园》应该是我历史上实习师最多的一部戏 我觉得几十遍不值 就不知道该怎么样 但是你不是又不行 你不拿出 你不让导演看到你那个 那个合适这个角色的那个点又不行 没办法 所以就只能自己扛着 就只能自己克服自己心里的 鸡贼的我这个 就是我会偷着学东西 对我特别喜欢偷学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学了 但是你还不知道 对但是你还不知道 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问你 你这就是爱他吗 你爱他吗你 可能我看到剧本 其实已经对这场戏的那些表面上的东西 其实已经所感化了 其实我只去 我已经觉得很精彩了 然后我只去针对现在的这个东西 然后去找啊 去怎么怎么着 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什么样的 但是海鲁姐会为我们就是添加色彩 她会把这些细节的东西 更多的东西去去去去去找一个缝隙去把它给安插进来 那就会想到这些更更精彩了 你确实站稿站稿来 不站稿在那 啊集结束了 我在白鹿园里 那就是一个港湾 有无数的人来保护着你 然后教你东西 然后能让你 就是拍拍牢的什么感觉 随便一抬手 这就是学问 随抓随吃 就是这样 现在其实不是了 现在反而真的不是了 你比如说我现在演男一号 演的一号了 那可能就是青春的戏 可能其他演员真的比你还小 还不如你经历很多 然后就是你学习的机会 一定会比 比如说跟嘉宜老师他们在一起 一定会少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对我自己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其实挺高的 那我可能长时间去释放一些东西 可能我就特别渴望的 想吸取一些东西 尤其是演员一定要学习的 无数个要学习 就是学习各种 不光是什么演技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 我相信每一个老师都和学生讲过 每一个表演老师都和学生讲过 想演戏先做人 对 我觉得学做人很重要 把人做好了再去学演戏 然后把戏演好了 然后再去学习更多 比如说历史 天文地底各种东西 其实对于表演的创作和人物 都是有帮助的 你宇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李云凯就是我 我就是李云凯律师 你不是想算账吗 来啊 我帮你算的 律师费给你打着 除了厚中文学剧 邓伦也活跃在更适合他形象和年龄的青春偶像剧中 去年 在首播收视率就破四的刺绣主题青春剧 因为《遇见你》中 他第三次和孙怡搭档 出演了一名正义律师 虽然是偶像剧 但为了角色到位 邓伦扎扎实实地把相关法律条例背得滚瓜烂手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 今天我又打赢了一场关子 你们替我高兴吗 像前辈学习让邓伦收获不少 在剧作邓伦有着自己的业务长处 那就是台词记得又快又好 师爸爸你肯定舍不得我回来 你看啊你好不容易把我姑姑忽悠悠到美国去 学做什么披萨 现在呢又把我忽悠到西平 你这眼中听一个都没了 万事如意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您怎么能让我回来呢 这臭小子你搞死了 瞧瞧 女人呢还是温柔可爱一点好 你怎么总是咄咄逼人呢 2017年是邓伦在事业上 大获丰收的一年 在同一年播出的《楚桥传》中 邓伦出演的男良太子肖策 长相邪魅 放荡不羁 对女主角楚桥情根深重 却甘愿成人之美 这部剧是邓伦第一部播出的古装剧 独特的长相气质 让她换上古装非常有特色 也展现出更多一面的可塑性 但是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看你这些角色好像 看不出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 什么样的类型 古装的现代的 然后各种行业题材的 然后主角配角 南极你都可以 都演 没有给自己说立一个人设 我就是要往哪个方向去 因为我 就是说可能我这个人 不太喜欢很多东西规定好的那种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是演员的职责 就是演员是去演不同角色 而演员不是去演一种角色 对 然后而且我也 而且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我特别喜欢挑战新鲜的东西 对 我觉得挑战才会让你进步 才会让你更好 对 就像我比如有老板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你只有在你觉得很难的时候 你才是在走上坡路 你要是觉得你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对于每一个戏 每一个戏都我都驾轻就熟的 然后都无所谓 然后就很轻易的 我就能完成那种 那我一定在 我就是不往后走 我一定在原地踏步 所以我喜欢挑战 我喜欢新的东西 2017年连续一整年 在各大卫视头部电视剧中露脸 邓伦刷满了路人员 微博粉丝破千万 各种杂志拍摄和广告代言 分至他来 也有人说 就是你的青春 全部被工作占满了 你还有自己的生活吗 其实有的时候 人吸收学习 不仅是来自于工作 它也来自于生活 可是你有生活吗 在那样的一个阶段里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有得就不有舍 有舍就不有得 就是比如说在那两年 我确实没生活 那我觉得那那那那两年 我就当作是在我的业务上 然后去来学东西 那可能我就会放弃一点 我的生活 那比如说过了这两年 比如说在我现在 可能我就会把我的生活 会减回来点了 从生活中再去感受一下 这个生活中的魅力 那可能在工作 但这个东西 它就是个天平 没办法 它永远不可能是平的 如果 但是我觉得努力吧 努力让这个东西 做到平衡 哪怕以后 就是不管有了家庭以后 或者是怎么样的 可能尽量平衡 我觉得做到平衡 是应该是最厉害的 出出道的魔力 让邓伦成长成名 都非常迅速 现在的他 已经是偏方和市场的宠儿 虽然不再逼迫自己 连轴拍戏 但邓伦对自己的要求 并没有放松 现在他手上 还有两部已经拍完的大剧 等待播出 接下来的工作 也要认真挑选 对于他来说 越红越忙 责任越大 只是可能即便是到了现在 选择机会更多了 然后看起来好像日子好过了 你完全不需要像以前那么拼的时候 但其实在工作状态的 你跟那两年的你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不不不 有区别 反而越来越要努力 越来越要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压力 是可能我在一张白纸的时候 网上写第一个字的时候 我可以随便写 比如我写了一个你 写了一个你好的你字 第二个字 我一定要写好 你好 我是邓伦 越到后边 越到后边 就是你要把这个字写得越来越好 然后这个字要写什么 就是更明确 所以你会更难 第一个我想写什么 写什么 但后边不是 所以看似 当然看似我成长 但我的身上的责任 和我需要带给别人的东西 反而会越来越重 反而会越来越多 反而要越来越能 让我自己更好的成长 然后也能让观众们看到更好的我 就是反而这个东西是 越来越多 新闻当事人待会儿见 新闻当事人现在继续 划风这天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边边 雨渐渐 达到我 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我和我 骄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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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